楊森達不善理財 時刻不忘要提醒自己 我記得之前 若吉舅有講到說 他其實非常欣賞森達 他是一個很好笑的人 包含他的存款也是很好笑的人 他吉舅 所以為什麼還可以投資十幾萬 在打火機上面呢 而且我覺得他這個數字 是完全沒有概念 買這麼多 你知道他不會抽菸的 朋友生日說要打火機 結果他打開沒有油 故事也在小明星分享過 因為我時刻要提醒自己 森達要加油 好 今天晚上10點 京達跟班 好